中国女排在营好消息 李盈盈接班人已找到 朱婷要笑开花了 说到中国女排 大家是否觉得遗憾多过于喜欢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晓 中国女排的发展过程 中国女排也算是经历了很多风雨 一路走来实属是不易 在之前有陈忠和郎平的指导 女排一路向上斩获很多的奖项 也慢慢站在了巅峰位置 但在今年的冬天奥运会小组赛中 女排连输三球错失比赛机会 还因此被排协质疑发文痛批 正是因为这样郎平卸任 之间还没有具体的新主帅消息传出 女排的发展一直以来 都是大家特别看好的 女排中作为主力队员的 袁新月 李盈盈 朱婷等 都为大家承载了很多的希望 而由这些主力队员组成的女排 也创造了太多的记录 从2014年的世锦赛亚军 2015年的世界杯冠军 到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冠军 2017年的大冠军杯冠军 再到2018世锦赛冠军 与2019年的世界杯冠军 他们创造了这些巅峰时刻 很多人也都认为女排会到巅峰 成为标杆之一 但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中 女排失利让部分人质疑 是因为郎平指导不力 郎平卸任之后 主帅职务空缺 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接手 在之前有消息传出 中国女排将迎来郎平爱徒 安家杰来担任主帅 但后来也被否认了 之前也有传蔡斌来接手 蔡斌是魏记中的老乡 也曾经带领过女排 但在带领女排期间 都是输球的遭遇 因此不被球迷们信任 现在中国女排关于教练的位置 空缺太久 加上朱婷因为手上的伤势原因 长时间没有归队 这对于女排来说十分的不利 中国女排在结束了 东京奥运会比赛之后 也即将迎来今年的女排世锦赛 而在世锦赛中 没有教练指导完全不行 这对于他们来说难度加大 并且目前朱婷还未归队 女排的处境更加的艰难 在此前虽然举行了全运会 也出现了几个女排新星 但想成为主力队员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衔接 因此这也是大家十分担心的一点了 女排现在没有教练 主力队员缺失 在世锦赛中也可能会有不好的状态 需要长时间的调整与新人注入 而此刻女排正在走这条路 在全运会上女排新人辈出 她们的实力也慢慢被大家看见 虽然在前期加入了地方的女排队伍 但后续也会参加比赛 获得胜利进入国家队集训 只要上场就离主力队员更进一步 而现在中国女排也再次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又有一个新人被发现 实力同样是不容小觑 而这个人就是刘燕涵 在女排中也属于主攻队员 1993年生人 在2013年郎平开始指导女排 并且公布国家队名单 刘燕涵榜上有名 在2019年入选了中国女排出征 国家联赛巴西战的12人名单 在名单当中也担任主攻位置 在今年也入选了中间奥运会比赛的名单 而刘燕涵在2010年的时候 就已经拿到了亚洲青年女排锦标赛的冠军 在2019年跟随郎平指导 拿到了女排世界杯的冠军 刘燕涵目前是在主攻位置 这和女排中李盈盈的位置是相同的 而现在刘燕涵加入了天津女排 在天津女排这个实力强劲的队伍当中 刘燕涵极有可能会被国家队的人发现 并进入集训名单 成为主力队员李盈盈的接班人 而现在女排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 除了更换教练之外 球员们或许也到了该替换的时刻 而刘燕涵也成为了关键性的人物 若是真能成为李盈盈的接班人 那么对于女排后续的发展十分的有好处 如果和朱婷搭档的话 势必会有想不到的效果 到那时候相信朱婷也会笑开花了 而现在刘燕涵进入了天津队 对国家队来说也有莫大的好处 为了女排之后的发展储备人才 也希望刘燕涵可以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 早日进入国家队 同李盈涵与朱婷一起重建女排辉煌 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怎么看待这位女排新星刘燕涵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说出你的想法 关注杂江体育圈 了解并订阅最新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啦